伊朗和以色列到底谁更强 在中东地区 伊朗和以色列一直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这两个国家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彼此接近 而且在经济 军事等方面也有诸多对比之处 那么 究竟哪一个国家更强 今天我们从面积 人口 经济和军事四个角度 详细分析这两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首先 我们来看面积和人口 伊朗的国土面积约为164.8万平方公里 是中东地区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 而以色列的国土面积则相对较小 仅有约2.2万平方公里 可以说 伊朗的面积几乎是以色列的75倍 从地理位置来看 伊朗占据了战略要地 东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西街伊拉克和土耳其 南宾波斯湾和阿满湾 北林离海 这些地理条件使伊朗在地缘政治上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根据2023年的统计数据 伊朗的人口约为8500万 而以色列的人口约为960万 伊朗不仅面积大 人口基数也较大 这使得伊朗在劳动力和市场规模上 具有一定的优势 然而 以色列的人口结构较为年轻 人口增长率也较高 这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 我们来对比两国的经济实力 伊朗是一个以石油和天然气 为主导的经济体 石油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伊朗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6110亿美元 但同时 伊朗的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通货膨胀率较高 失业率居高不下 尤其是年轻人失业问题严重 与伊朗不同 以色列经济的最大亮点在于其科技创新能力 以色列被誉为中东的硅谷 在科技 医药 生物工程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023年 以色列的GDP约为4870亿美元 虽然总量不及伊朗 但人均GDP却高达约50700美元 大大超过伊朗的人均GDP 此外 以色列的经济结构更加多元化 风险抵御能力较强 最后 我们来对比两国的军事力量 伊朗拥有庞大的军队 现役军人约为52万 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准军事部队 伊朗的军工产业相对发达 自主研发了多种武器装备 如弹道导弹 无人机等 然而 受制于国际制裁 伊朗的武器装备更新速度较慢 整体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上有差距 以色列的军队规模相对较小 现役军人约为17万 但其军队素质极高 装备先进 以色列拥有强大的空军和导弹防御系统 其中 铁穹防御系统尤为著名 能够有效拦截短程火箭弹和炮弹 此外 以色列还与美国保持紧密的军事合作 获得了大量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支持 通过上述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 伊朗和以色列在面积 人口 经济和军事方面各有优势 伊朗面积大 人口多 市场潜力大 以色列人口结构年轻 发展潜力大 伊朗依赖石油经济 受国际形势影响大 以色列以科技创新为主导 经济结构多元化 伊朗军队规模大 自主研发能力强 以色列军队素质高 装备先进 技术水平领先 总体而言 伊朗和以色列各有所长 难以简单地判定谁更强 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 两国在中央地区的运动力都不成小区